火勢猛烈 濃烟直串天际 屏東榮總附近的舊大五營區隊使館 5號凌晨一點發生火警 消防局貨爆後 立即派遣消防隊員到場涉水搶救 火勢在四點左右撲滅 所幸無人傷亡 相信起火原因人待調查 起火的建築物原為空特部隊隊使館 在散訊中心遷移後 平縣府保留營區十三棟歷史建築物 希望結合軍事文化朝健康休閒園區規劃 縣府將進一步調查栽損情況 後續修復的依據 憑縣府文資所表示 縣府規劃就營區活化後再利用 原本廠商下週將進場修復 目前只能暫緩 並調查損壞情況後 希望未來能變更設計 朝原樣修回 原來是宣哥社 屏東市採訪報導